我们现在继续来去看一下漏帧率 其实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第一页是新生额人数 可以把它复制 然后点回来这个逼竿第一季漏帧 然后贴上 我这边我也去做一个格式的调整 这样其实两边我只是要给你们看它的一个对应关系 大致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第一年有多少小朋友没打针 还有这一年有多少新生额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新生额各年漏帧率 假设我们在统计上面 我们要统计的是说2020年漏帧的比例 漏帧数是不是有增加 你不能不在意这一个新生额人数 其实它的漏帧率会高很多 好怎么算 我现在只算第一季 之前我没有算第一季 之前我只算两个月前 还有六月 还有一岁 首先我们来看那个逼竿 也就是预防针第一季未打 好我们先把这个名称换掉 这个新生额第一针漏打 先把它换成预防针第一针漏打 所以怎么换这个名称 只要在这个地方请你先点新生额第一季漏帧 然后请把新生额三个字换成预防针 它整个档案全部都改好了 我们现在要来算预防针第一季漏帧率 好我们来看看漏帧率怎么算 所以在这个地方滑鼠右键 率其实只有一个值 所以我们只要算出来那个新生额预防针第一季的漏帧率 所以它只有一个值 所以请用新增量值 然后接下来这边叫做预防针第一季漏帧率 既然是一个比率 比率是不是除法分母是新生额人数 请问一下这个漏帧数的加总 是不是要用SUM这个函数 请输入SUM 方向键要往下找到SUM 然后TAP键 请问我要什么的加总 是不是刚刚算的那个预防针第一季漏大数 漏帧对不对 要把它加起来 所以去找预防针 预防针第一针漏大 记得是这个数把它全部加起来 然后除新生额人数 而且是要把它全部加起来 可是那个新生额人数 我们那时候加的是身份证字号的计算次数 所以各位知不知道计算次数是C-O-U-N-T 而且要用A 我就要计算 因为每一个新生额都会有一个身份证字号 所以我是在算新生额的身份证字号数 所以新生额的身份证字号有几个 这是叫做C-O-U-N-T 所以这边是C-O-U-N-T-A 方向键请往下找到这个C-O-U-N-T-A 因为A是什么文字 我要去算的是文字 就是身份证字号总共出现多少次 所以用的是C-O-U-N-T 其实计算次数跟刚刚我用的S-U-M 它的概念差别 C-O-U-N-T是算文字出现几次 那S-U-N-T-A是计算数字的总和 好了 C-O-U-N-T-A 我们要找的是这个身份证号码 TAP键 然后右刮弧 Enter 我的分母是身份证字号 我的计算的结果 我的分子是预防针第一针肉打的次数 把它全部加总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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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